熟悉的声音,怀念的感觉 大家好,这里是刚被勒索100万重新营业 未公开的中国 不好意思,封了三次号还是死灰复燃 这就是蟑螂咯 今天来到曾经是广东四小龙的中山 如今中山GDP排名全省倒数第一 那么中山是为什么会这样不争气的呢? 三句话可以讲明白 第一,中山通道开建以来不断被炒作 两年时间房价翻了两倍 何其夸张 第二点就是钱不断的流入楼市 制造业被严重的吸血 经济不倒退才怪 第三,高房价是留不住人的 你看深圳就是个例子 唯有安居才能乐业 这一刻没有人又没有产业 你谈什么发展 你说中山花一两百万买个房子 打着一份一两千块钱的工 那值得吗? 中山市有一个步行街 曾经也是非常热闹繁华 是中山市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名片 近几年来 这个步行街也开始走下坡了 这就是中山市的孙文西路步行街 它也是一个比较有历史的地方 街上的建筑也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孙文西路 古称迎恩街 在1925年 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 为今年孙中山先生改名孙文路 从隋唐时期到1925年期间 不断的拓展 形成今天的格局 别以为商场建好了就可以 很多是烂尾的 不信你来中山看看 有很多没建好的或者是建好空置的大楼 我也不懂什么是艺术 在中山 基本上是被两个集团垄断 第一个是大兴控股 每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都有大兴新都会 第二个 忘记名字了 知道的同学在下方留言 中山市是全国五个部社区的地级市之一 前身是1152年设立的香山县 1925年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改名为中山县 中山市下辖十八个镇 六个街道 中山的第一经济重镇是小懒 是一个很好很值得投资的地方 但是小懒的最大阻力有两点 一是土地过分集中在私人手上 二是可以开发的区域比较少 你看建个高速至少也开发个十年 其中五六年是停供状态 也就是说开发商在收取这些土地的时候 成本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在小懒新建的大型 连片小区是很少的 主要是以私人住宅 小残存房 宅基地为主 才会出现正区的位置 买城区的价格 所以小懒的楼市 未来是在于土地的开发 另外小懒的人均家庭净资产是500万 来中山你可以没车没房 但是你有个小懒的女朋友 相信你一定会应有尽有 你说在中山花一个一两百万买房子 打工打个一两千的工 那值得吗 他们为什么呢 为了是来古镇看灯吗 说起中山古镇 有很多人都因为古镇而发财 也有一些人从古镇而落寞 总的来说 有时候只是因为卖场多了 综合体多了 感觉不到那种新兴向游的景象 再加上现在很多象线 线上销售 外地客商无需过来 古镇原名叫邦平乡 公元1152年以前 古镇片区还是一个海湾中的孤岛 属于新惠县界 在1963年 潮谷海成立古镇人民公社 直到1986年的12月 才称古镇镇 并沿用资金 在2018年入选 全国综合实力牵强镇前100名 2019年被评为 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牵强镇 2020年末 银行存款余额331亿元 中山产与中山产业 中山产业不得 你知不知中山今年进出后高达 588亿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如说中山出业不时 今年中山市场1.9万户市场主义 新增出约1.3万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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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出约1.65% 今天中山早已公开反弹 昨日中山产业不得 好的,以上所说的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好像无关痛痒 你知道人在临死之前 最后悔的是什么吗? 澳大利亚的邦尼维尔做了8年的临终护理 他记录了人民在临终之前提到最多的五件事 第一个就是施乱自己有勇气 能真正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第二点就是希望自己以前没有那么拼命的去工作 第三就是希望有足够的勇气表达自己的感受 第四就是希望能够和自己的朋友一直保持联系 第五,希望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你们发现了吗? 没有人是后悔赚钱太少或者是房屋太小的 人们只希望后悔不够自己关心自己,不够幸福 家园们,我们回来了 我们下期见